美毛始祖娜姐周秀娜 當年一句 不是出教科書 教人拆牙和吃雪糕 而是出寫真集 令到全城關注 之後更加乘性追擊 推出3D攬斬 順利成為宅男女神 吸金力極強 更加威度有學者要解構周秀娜現象 不過出道近七年的娜姐 近年跳入大銀幕之後 一反常態 開始封空 不再刻意賣弄性感 究竟為什麼 今天就有報導指 原來娜姐一早已經暗撻成中超級富二代 之所以娜姐一手所錯立的內衣品牌 Lana可以逆市越撈越旺 都全靠這位富貴男友指點迷津 而娜姐為了固實男友 一向為事業博到準的她 亦都願意減產 不想開工作室 一有空就會跟男友在北京密會 不過記者問到 娜姐是不是有新戀情呢? 她就開始油花園了 只是強調不會和已婚男拍拖 為免戀情見光死 看來娜姐都下了不少功夫去維繫 其實近年餘圈 很多藝人公開戀情之後 最終都順利拉起來 娜姐你又用不怕這麼多